大家好,我是渥草湖胡慧聰 我知道很多人都有些問題想問玲玲 今天我就代問 第一個問題就是玲玲,你叫叉燒姐 可不可以解釋給大家聽為什麼叫叉燒姐 為什麼我會叫叉燒姐呢? 其實叉燒姐這個名字是聰哥幫我改的 就是因為我和我弟弟一起在叉燒 在閘道閘開了一間叉燒店 店名叫抗叉燒 所以我聰哥幫我改的名字叫叉燒姐 第二個問題就是宅偶對象 現在的男孩有沒有? 又或者你喜歡什麼類型的男士呢? 據我了解你喜歡的肥大多毛 是不是? 現在單身,但是你們應該會覺得 我是很多人追的那種 但是其實呢,我只是真心去說 是平時沒什麼人追的 那宅偶條件的話呢 就可以想像一下 金毛尋梅犬的性格 就是那一種了 第三個問題 上次開IGLive的時候 有人問你會不會來香港發展 那你自己又怎麼想呢? 會不會回香港發展呢? 短期內就沒有這個打算 但是如果真的有機會的話 順其自然啦 第四個問題就是 你覺得香港和泰國分別最大的地方在哪裡呢? 泰國和香港相同的地方就是 就是 都有很多好東西吃 而不相同的地方 就是 我想起文化差異啦 舉個例子 譬如是 香港人說話呢 就比較 直一點的 而 泰國人說話呢 就會比較轉牛角彎的 所以呢 有時我都 不是很害怕 泰國人想問些什麼 又或者是想表達些什麼 喏喏喏 今天先問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其他的問題 記得 inbox我們 或者留言給我們 我會下次再幫你問一下 玲玲的 好了 大家記得留意 無私電視J2台 逢星期一到五晚上 晚上十點半 我們衝入泰國第八輯 這個禮拜 就去了巴蒂亞 下個禮拜 玲玲就會全程和我去布吉島玩 還會穿泳裝 記得留意 多謝大家 多謝